今天我们要去沉迷的是爱情的味道 所以我刚才想问一下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味道 导演Jimmy, 给镜头他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味道 没拍过拖 绝世好男人 我是帮达达报仇 爱情的味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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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一种甜不代表 糖不甩 糖不甩可以代表爱情 泄海琪的歌 情义山 谁是认真的爱人 糖不甩 我只是大众点评手 第一位评论的是芬芳甜品店 大家都很熟 她也是靠做糖不甩起家 所以现在去找芬芳 到了 芬芳甜品 她说她是糖不甩起家 招牌也有写的 传统糖不甩 82年还大过一年 这间芬芳甜品店 很有趣 在这条街上 短短几百米的距离 有三间芬芳 十米 第二间芬芳 第三间芬芳 是否同一位老板 即是开一间 八多米 几十米之内 连续三间 开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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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 招牌 多了 毛边 今天来到这间 主打三点 唐宾甩 杨之金露 煎鸠 看看愈耳 我面前世界极甜 我得见 我上某书 中国思义 如糖水的雪乙 其实唐宾甩这种东西 你只要听它的名字 不行 你只要听它的名字 就知道它是爱情有关的 我认为我和杂鸠是甜甜的 永远不会脱 但你很好吗? 不好 挺害怕 我挺傻的 我挺傻的 一餐 试试 一开始入口的时候 你会吃到的 椰蓉 芝麻 等等 加上糖浆 那种甜味 当你咬下去 你会吃到糯米 糯米是偏清淡的 没有太多的味道 再进去内心的深处 又是一些花生 果仁 糖浆的甜味 就是有层次的甜 淡甜 进去的 中间糯米的部分 它呈现出来的是淡 没有味的东西 不过它有非常不知那么好的 那种 拉扯的口感 那种烟硬的口感 它做到10x10 爱情一开始是很甜 的东西 但是你们必然有一段 淡而无味的过渡期 但是这个过程 虽然是淡而无味 但是只要你们可以 瑜伽 紫質感在一起 你们去到内心的深处 去到结尾 什么样是甜甜密 是不是 我这样解释 它是一款和爱情相关的东西 是否有牵强 其实不是 唐不甩 最初是在东坑那边的一款食品 当时的出现真的和爱情和婚姻有关 譬如说 我和达达两个 然后就相声相爱 不可以 但万一 如果达达的妈妈觉得 这个男孩 眼有小 鼻有淡 有灰塞 有油理 不行不行不行 便会煮一道 鸡蛋的腐竹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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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和爱情有关 所以你要我吃鸡蛋腐竹糖水 还是吃这个? 什么都不用吃 你吃屎吧,你吃屎吧 羊脂甘露是否要加冰淇淋呢? 我不太清楚,但我不太喜欢 羊脂甘露的名字 这款糖水就像观音浴淇淋的甘露一样 令人觉得很清爽 但黏黏的冰淇淋之后 口感变得很粘,很粘 口感变得很厚 口感变得很厚 韭菜也不算特别新鲜 口感变得很新鲜 幸好我们整袋都是甜的 糖水和甜的 还有其他甜的 咸的东西是甜的 咸的东西很开胃 我肚子不会太张 所以我提醒各位 好像导演拍拖的朋友 以后跟女生表白 不用太老套 送花 说什么我爱你 跟我在马上有话 不用 带过来芬芳 请她吃健康不甩 明白的 我刚才想到 我会想到 究竟是有人为了 表达她对爱情的期望 創造了一款甜品 叫糖不甩 还是大家吃完糖不甩 就觉得我们期望的爱情 应该是这样的 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 我觉得 芬芳的糖不甩 是很准确地表达了 我们很多人对爱情的盼望 是甜蜜的 煙硬的 前面在一起 因为这几粒糖不甩 我再一次 相信了爱情 愿为爱情 搭搭不在悲伤 姚大臭 是好吃全世界的人